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步枪 取个例子 比如说你累了 你要去厨房之前 吃了一些糖分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 第四个小步枪 你把你的意识就是沉浸在这些电视里面 你看了很多暴力的电影 有时候就会变得有点暴力 第五个小步枪 就是尽量不要去养成一些习惯 不要去养成一些坏的习惯 那我们开始 你的一些负面情绪的一些因 说空把 空把 意味着你养成了容易生气的习惯 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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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空把 冥想的这个词就叫Pavana 意思就是成为 Ana means Ia,就是行为者 那在藏文中,在梵文中 冥想这个词 就是他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在古印度 你的老师可能会说 去冥想大概一个小时 他就说你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吧 坚持一个小时 顺便说一下 我很感兴趣 有没有人觉得做完瑜伽之后 冥想更好的 就是冥想比冥想在瑜伽之前更好的举手 有没有人觉得不做瑜伽 然后冥想会更好 有没有人觉得不做瑜伽之后 去回应你丈夫的方式了 在厨房中 每次你做一次这样的反应 你可能会坚持做了十次 就是说pacha 就是一个习惯的种子 就是你结婚了 你们去度蜜月 所有一切都很甜美 然后你们就进行了第一次吵架 都是小小的 你说 我想要去 这个意大利餐厅 然后他说我想要去吃日料 那这第一次的争吵是很重要的 尽量让他这个过程的时间减短 因为他会逐渐养成一种习惯 然后第二种 吵架就会更容易 然后第三第四 然后这一个争吵就会 增强 日文 然后你慢慢就会把嘴巴扁起来说日料 其实我就不是真的很喜欢日本料理 就是他就会好像强迫 然后就是打架 然后就离婚了 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抬眉毛的那个争吵 就是你要控制你去抬你的眉毛 就是你把这个眉毛按着说 我们是可以去吃日料的 明白吗 不要养成这个小小的习惯 因为他会慢慢的长大 就是当在婚姻里面有打架的时候 有时候是女人打男人 他这个打架就是从眉毛开始的 如果说你能去停止这个眉毛的话 他就不会变得更糟糕 如果说你很习惯去争吵 就是你如果你有更多的眉毛的争吵 就是你就更容易有一些这样子 更容易发生的争吵 就是你就会更容易产生争论 就是你第一个眉毛争吵以后 你每一个争吵都会更加自主自发 而且我们还会有来自于前世的一些业力 我们是来到我们出生 是因为我们有前世的一些烦恼跟业力 你你有时候看到两个孩子这样生 他们并不相信有前世 第一个孩子呢 他就在哭 然后第二个孩子他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其实都继承了他们前世的一个习气 如果你是父母 不要因为你孩子不当的行为而觉得很烦恼 就是他哭啊吵闹啊 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父母 因为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不乖 跟你没有关了 你可能就是产生1%的作用 只是有99%的原因是来自于前面亿万次的前世 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完美的 就是但是你的孩子的99%造成你孩子是什么人的 其实跟你没有关系 不要那么有负罪感 如果你的孩子又很善良又很慈悲 然后又很聪明的话 这是基因的问题 这是从你而来的 你可以为自己而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前世的这个业力和习惯 我们的性格有强也有弱 对于某些人来说 对于一些只是眉毛抬一抬的情况 他就觉得反应很大 他们看到 他们看到一个K的字母 他们就想起脆皮奶油 甜甜圈 想两个小时 这就是来自于前世的习惯 所以不要太当真 其实你在去尝试对抗亿万事的这个习惯 在我们寺院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故事 有人遇到一个生人 然后就去冥想 就是他问他你冥想吗 他说我冥想 他说你冥想多久呢 在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就冥想了超过40年 他说你 他问如果你相对于40年前 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了吗 冥想对你有用吗 这个圣人说很坦白说 并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很惊讶 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 他说你能想象 如果我不做冥想的话 我会有多烂吗 就是我只是保持不变 我保持不变就是一个进步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前世的种子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然后他说 然后他就说 奥索就不开心了 然后格夏老师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做鬼脸 他只是秒了他一眼 如果说你有前世的种子 就是有人瞪你一眼 你都不舒服 你都会生气 老师想举一个例子 但发现我们太年轻 不理解 他说有一个很著名的牛仔 有人就这么瞪了他一眼 他就冲他开枪 你就要尝试去看到自己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习惯了 我们都有一些弱点 一些缺点是从我们前世带来这里的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有对食物的弱点 就是对于脆皮奶油甜甜圈的弱点 有一些人就有愤怒的弱点 有一些人有金钱的弱点 有些人有对于性的弱点 在佛教而言 在佛教里面说如果说你并没有缺点没有弱点的话 你是不会瘦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认为你的问题比别人多 不要认为其他人都比你好太多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甚至包括格西 真的 有一些人是99%的可能容忍 容易生气有些人98%的可能容忍生气其实都差不多 在我们这个狱界的最好的人 最差的在这个狱界的人 就是99%的糟糕 然后在这里最棒的那个人就是98%的糟糕程度 否则那你是来不到这个狱界的 除非你就是那个99%糟糕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要太当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这不是世界末日 其实你并没有什么选择 你只能去对峙它 你就被留在这里了 关于自杀在佛教里面最大的一个争论点在哪 就是没有用 就是你就浪费了子弹 然后你又重新再来 然后你还因为被射击 然后产生了很多的痛苦 因为这真的帮不到你 如果说你把自己杀了 然后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一片漆黑 然后你的生命结束了的话 然后可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确实是没有用的 就是过五分钟以后 然后你就不是人了 就是所以你要去对峙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情况 要尝试去改善 我们还只剩下几分钟 所以今天是一个节日 这是关于女性佛陀的节日 如果说你出去看一下月亮 我称它们为第十个月亮 就是这个月亮就是三分之二的圆满 就是三分之二的满月 就每个月都有一个女性佛陀的节日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有趣的事情 都放在今天来做 就是把这个酒店给烧了 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我要开始就是讲这第六个小手枪的方法 这其实是关于性的小手枪 这个是关于对于僧人的一个训练 就是你应该去怎么样 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哪里 如果说你对脆皮奶油甜甜圈是有问题的话 然后你不会去看你右手边的那个脆皮奶油甜甜圈的这个商店 你其实是有选择 然后你其实是有选择的 你就把你的眼光看向左边 然后一直的走 保持这个姿势走路 你其实对你的眼睛往哪看是有控制的 就是冥想 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练习 但是去控制你的眼睛往哪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就像是你在这个房间跟其中一个人吵了一架 他们就在那一边 然后格谢老师就在那一边 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视频 你其实是有选择的 你如何你的眼光往哪看 在整个世界大家都在谈论着冥想这件事 就是没有人说如何控制你的眼神 就是其实你是有的 你可以就向左看或者向右看 不要把眼睛看向那些给你带来麻烦的事物上 就是然后你就会更生气 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啊 你确实不能去阻止你自己去看向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对于守你的婚姻承诺有问题的 产生问题的话 就经常就是看一下其他漂亮的女郎 然后你就要学会控制你的眼睛 就是有一些漂亮的女孩在这边 然后你就把眼神看向那边 这不是一个终极的方法 但是它确实有用 它会让你少遇到一些麻烦 然后你要学会去告诉你的眼睛向哪看 你是你眼睛的老板 所以你要成为你眼睛的老板 不要让他看向那些他不应该看去的地方 然后形成一个习惯 我在公共汽车上 我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延续19年 然后都是双向的 早上的这个巴士站有大概一万人 就是很多人啊 他们都女性都在公共汽车上化妆 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练习才行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穿过这个汽车站 我就这样 你要慢慢习惯 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 这对你的配偶是一个伤害 如果说你就这样子看女生 或者看一些漂亮的男生 漂亮的女生 它会伤害你的伴侣 他们不蠢的 他们知道你的眼睛看向哪里 然后你要对你的伴侣非常的尊重 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 当一些帅哥靓女走过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向你的伴侣 这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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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很感恩 他们会很感恩 他们会知道 他们也能感觉到 你的眼睛看向何方 对你的眼睛看向你 对你的眼睛看向你妻子 在家里的眼睛看着你的美女 在家里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看着自己的眼睛看着你